正常發揮頻道會員召集令 四種頻道會員 壯大我們監督的力量 歡迎您召集親朋好友加入 讓正常發揮的聲音不會被消失 剛剛帥將軍好像有預感 我接下來要講什麼 都幫我開了個頭 誰受得了 當然會想擺脫你的控制嘛 是不是 尤其對韓國來說 各位 昨天左教授講的這段話 讓我滿有感的 當然我還是說我不是專家 只有聽了我覺得很有道理 很符合邏輯 他說韓國真的有可能是 在亞洲地區這些堅實盟友裡頭 最想脫離美國 甚至最先有可能真的 脫離美國的亞洲國家 為什麼我們來看 來 這個是中韓建交30週年 就今天8月24號 所以他們是在1972年的 1992年 1992年的8月24號 建交的中韓兩國 中國駐韓大使就提到了 這就很重要 他說中韓之間沒有溝通 結構性的矛盾 也不應該有解不開的疙瘩 回應他除了政府之外 還包含韓國經營者總協會 他們說中韓1992年建交 貿易規模增長了50倍 中國是韓國第一大貿易夥伴 所以希望中韓的關係 應該要是面向未來 而且能夠雙贏才對 同時協會還提出數字 我們來看 中韓經濟真的是數字會說話 我們來看1991年中韓建交之前 1992年建交對不對 他們的貿易額出口 大概是10億美元 那到了2021年 已經達到了1629億美元 足足是162.4倍 那一樣 我們拿1991年跟2021年來相比 韓國對美國的出口 只增加4.2倍 對日本更少 只有1.4倍 所以你看看對誰的依賴高 一個是164倍 一樣時間 30年的時間 162倍 4.2倍 1.4倍 你說呢 那另外呢 在中韓建交之前 中國在韓國的出口是第15名 美國是第一名 但拍謝 從2003年 中國大陸超過美國 變成韓國第一大貿易國家之後 對不起 一直到現在20年 每年都是第一 所以你說韓國 能夠不要中國嗎 接下來我告訴你 這些韓國民眾的想法 甚至韓國媒體的說法 也很重要 大家好好聽一下 來 這是韓國時報 它發表了一個 韓州經濟脫鉤論 它這裡頭就提到了 現在不是離開中國的時候 而是韓國企業要進入中國的時候 怎麼能夠離開呢 另外韓國日報 首爾新聞跟韓民族新聞 都在23號 用社論以及新聞報道的方式 告訴我們一件事情 什麼事情 我很快告訴你 來就是這句話 安全美國經濟中國的戰略 對韓國來說 再也行不通了 以前兩邊討好 哎呀安全靠美國 經濟靠中國 現在不行了 對不起 因為美國逼你選邊站 所以韓國你要進一步好好想一想 中韓戰略夥伴關係 是不是要取代美韓戰略夥伴關係 那你看這個講得也很明白 二分法看待世界 不是韓國現在應該採取的外交 這邊 韓國日報不同的新聞 也提到安全美國 經濟中國的戰略不容易 所以中韓要建立新型態的關係 所以這些都不是亂七八糟的媒體 都算是韓國這個蠻主流的媒體 都已經提出這樣子的呼籲了 那你說對韓國的政府 甚至對企業來說 他們心中會怎麼想 更何況 昨天有稍微提到 你看這叫真心換絕情 大家回想一下 隱習越當總統之後 多麼努力的討好美國 拉攏日本 結果咧 結果你看這兩個人怎麼對他 我們先來看來 這個是韓國的紐西斯通訊社 說美國排韓日本去敗鬼 就是韓國媒體說 就是在背後捅刀 這個不是晶片法案 弄錯了 這是拜登聽的智障法 通脹法 就是削減通膨法 這裡頭記不記得我們提到過 關於電動車 要挑戰中國的電動車霸權 然後美國 透過法案給了很多電動車公司 一些優惠 但是排除了韓國 你說韓國衰不衰 夠衰 那日本呢 明明就是中戰8月15號 結果你跑去靖國神社 把韓國人給氣炸 所以我那麼努力討好你 你還這樣對我 那我還一定要跟你 這個站在一起嗎 我們來看 是怎樣討好美國 又是Chip4 又是重啟薩德 然後你無視我 不跟我握手 我也笑臉淫人 然後我還跟你的國家敬禮 被韓國人罵翻了 我都討好你 討好成這樣了 你弄一個電動車的優惠法案 你還排除我 這不是真心換全心 這什麼 日本也一樣啊 來 8月15南韓的光復節 結果尹錫月說 我要恢復日韓關係 然後8月17就職百日禁者會 他說我要趕快恢復 對韓國的關係 然後韓國外長還訪問日本 去修補雙邊的關係 甚至在安倍出師之後 尹錫月也第一時間 派出他的吊焰團 表達韓國對日本的善意 跟希望修補關係的想念 結果呢 你怎麼對我 我怎麼對你 你怎麼對我 有點像中國大陸 我對你台灣也不錯啊 要啥給你啥 你要我買什麼破東西我都買 結果你怎麼對我 好啊 那現在媒體都是這個聲音啦 安全 美國經濟 中國行不通了 那以後安全經濟 乾脆都套中國好了 兵哥 這個他不可能啦 他不可能 這是絕不可能發生的事情 如果真的發生 我看美中就真的要打 就開戰了 挖我牆角挖到韓國來 那尹錫月其實他本來 在選前就是被認為是相對很親美的 他算蠻親美的 那他問題是 他 你說他用盡全力取悅美國 我覺得 也不完全是用盡全力 因為他也沒什麼選擇 說真的 薩德飛彈也不是他要或不要的問題 是美國要不要的問題 然後晶片也是美國要 不是他想去 是美國架著他去的 所以這個也不是單純他親美的問題 而是形勢比人強 你韓國就在美國的控制之下 你想說不也不太可能 那所以你覺得雖然 他也想努力改善跟日本的關係 他也想努力改善跟中國大陸關係 可是有美國在 我覺得他做什麼事情都會很麻煩 像你現在薩德一重啟之後 我跟你保證 中韓關係要恢復沒那麼簡單 因為上一次薩德就已經很激烈 中國大陸已經非常激烈 搞了韓國好幾家企業 在中國大陸就生存不下去 那現在這一次你真的要搞 那事情會很大條 更何況 那個時候中美之間的 爭鋒相對來沒有像現在這麼嚴重 你現在這麼嚴重的情況下 你再配合美國重啟薩德 我看中韓之間 恐怕會有大問題 會有非常大的問題 這不是單純會談什麼可以解決的 所以我覺得韓國現在處於一個 非常兩難的地方 我覺得韓國真的好辛苦 好慘 而且他幾乎沒有得選擇 他幾乎沒有得選擇 那怎麼辦呢 我覺得他沒有辦法 即使你看韓國那些媒體都呼籲說 我們應該要 還是要跟中國大陸做生意啊 可是我大膽預測 當然我不是經濟方面的專家 我大膽預測 韓國跟中國大陸之間經濟會呈現停滯 我覺得會呈現停滯 甚至會下落 我覺得這個是未來大概 不得不出現的一個結果 那這樣等於就是 又是一個拿國運去跟 去跟這個美國綁在一起 然後對賭中國的國家又出現了 那韓國以後不就跟我們一樣了 全部都倒過去了 他沒辦法啊 因為他要靠美國幫他防北韓啊 那美國在那邊有實際駐軍啊 他沒有得選擇啊 我是覺得很悲慘 對 賭哥分析的沒有錯 可是昨天其實左教授會講一個點 你要防北韓 北韓跟美國交情好 還是跟中國交情好 你怎麼會希望 你怎麼會把防北韓這件事情 依靠美國防北韓 依靠美國防北韓這件事情 是建立在要發生戰爭上面 那如果靠中國跟北韓溝通 可能連戰爭都不用打不是嗎 這是很奇怪 台灣也是啊 整天靠著美國保護台灣 為什麼要保護台灣 因為你覺得會發生戰爭嘛 那你為什麼不能夠去控管戰爭 不要發生 我們就不需要美國保護的不是嗎 一樣的道理啦 一樣的道理 當然說比做容易啦 我們這個局外人雲淡風輕 這個隨便講講 你們就隨便聽聽 當然大國之間有大國之間的考量 也是很辛苦的好不好 好 民意力會降低 然後我們說睡覺是美容效 女生睡不好 這真的是不只脾氣差 皮膚也會變差 旺旺現在推出了一個新產品 叫做夢夢水 獨家的配方呢 可以啟動入睡的關鍵 怎麼買呢 來QR Code 快點購 掃一下